男人主动扣动扳机给了自己一枪 又把子弹从嘴里吐了出来 迎着女人不敢置信的目光 他一拳垂向旁边的墙壁 从里面拖出来泰迪母亲的棺材 然而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是各种先进的武器 泰迪这才知道母亲压根没死 这时一枚烟雾弹扔了进来 眼看佛伯乐们就要冲进来 男人让两人钻进棺材里面 接着他单手扛着棺材破门而出 可面对着这枪林弹雨 男人却显得非常淡定 随后更是拿出了加特林 对着佛伯乐们就开始掃声